无名或是什么 就是阿赖耶施里头 无名习气种子 这个种子不是物质 不是精神 也不是自然现象 它永远不消失 阿赖耶就像一个藏库一样 全都寒藏在这个里头 遇到云它就切现象 就切造用 没有云不切现象 真正不可思议 烦恼之根本 预言你看 变现出虚空发解 变现出六道轮回 变现我们眼前种种境界 全是阿赖耶变现的 它像一个仓库 像一个资料室 我们齐心动念 它里头就有种子 所以我们要把福的种子 加强 我们念一声佛号 阿赖耶就落多少种子 这一声佛号 要念得缓慢一点 阿弥陀佛 一秒钟能念几句 三句四句 这四句有多少种子了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种子 这个种子是念佛的种子 我们无法计算的 真的不可思议 你要怕我这个 这个佛号种子不够 我们就加进你 你就这样念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有多少 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可是我们不念佛号 是大妄想的 那就是善业 我业 无极业 搞这个种子去了 这个道理要搞清楚 搞明白 那我们觉得最宝贵的是时间 我这个时间一定用这点佛 我决定不能够浪费在别地方 我这一生才有救啊 别人有多少善根佛的 我们不知道啊 自己晓得自己 自己要善待自己 不能把自己的精力 时间 精神浪费掉了 如果在浪费这招 老物业上 那就不得了啊 我也已经够多了 天天还要加 你不到我到哪里去 不能再加了 不得了 好 感谢观看